用马路如虎口来形容交通警察的安全最贴切不过了 由于上下班交通的尖峰时间 因为视线不良以及汽机车抢到 常常发生远警遭到车辆冲撞受伤的事故 为了避免遗憾发生 新竹市警局首创全国先例 在警用指挥台上安装LED指示灯 不仅路口的事故发生率明显的减少 对远警执勤时的保障也多了一层 光线昏暗的街道上 远警手持发亮的指挥棒 站在闪闪发光的指挥台上指挥交通 局长张勇洋的创举 就是要吸引用路人能够多看远警一眼 远警在指挥交通的时候 经常因为用路人的习惯或是说不注意 把我们远警都撞伤了 发生非常多的交通事故 所以他就构思说 第一个要先设立一个指挥台 那设立指挥台之后 这个夜间的照明不是非常清楚 所以他又想到说要加装这个LED灯 虽然站在安装LED指示灯的指挥台上 确实大大降低了这辆冲撞远警的事故 但是实施初期却考验着远警的专业和胆识 初期实施的时候 同等因为要站上值班台 所以有点确诚 因为站在上面你要有一点非常大的胆识 跟自信跟专业能力 四面八方的这个驾驶人都在注视你 所以久而久之训练之后 同等的胆识现在越来越棒了 越来越有自信了 指挥台经过新竹市警局的巧思 变得闪闪动人 许多民众对于这个创意 也给予肯定和建议 我是都会看他们在那个台子上面 对就站得蛮高的比较安全 有个东西会亮亮的应该会 这样很好啊 你要照顾人家自己生命 你要先照顾啊 有好一点点啊 可是还是不够 那个站的稍微大一点比较好 还不错啊 就是交通可以更顺畅 新竹市首创全国第一个 在指挥台上安装LED指示灯模式 历经半年的试用 效果良好 也成为许多外线市警察局 学习的对象 新唐亚太电视 泽志成林秋霞 台湾新竹采访报导 不许多的事 我来说 我来说 这种试用 我来说 我来说